在湖北省实验室云溪县 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姚天成 迎来了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第83集团军牟旅的寻根小队 官宾们慰劳前辈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白家庄英雄脸战旗 解放战争中 姚天成跟随连队 血战运程阻力大囊庙夜席百家庄 做出巨大牺牲 坚决完成任务 战后连队被授予白家庄战斗英雄连称号 后来因为连队经过多次调整转力 我们也就失去了姚老英雄的具体信息 一次偶然在网上发现 姚老英雄在给湖北人民 讲述我军幼阳传统的施政课 经多方打听 发现姚老英雄转业到 湖北云溪任职小学校长 旅立就下定决心 这一趟我们一定要来 一路寻根 一路感动 一路收获 今年以来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常效化开展 这个部队先后派出 七支寻根小分队 分赴陕西 山西 吉林等地 展开寻根活动 通过走访战斗英雄 红色场馆 战斗旧指 修改补充三十多处部队历史 整理完善十多名英列资料 这是我们的寻根活动 不但是对老英雄老前辈的致敬 更重要的一点 是把珍贵的实物文字和影像资料 抢救回来 作为开展教育的教材 这是旅宣传科干事黄峰 根据自己参加寻根活动的经历 精心准备了一堂党史课 通过全旅智慧教育平台播出后 深受官兵欢迎 作为这次寻根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如何用好寻根的成果 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来讲这堂课 我感觉更有一种情感在里面 也更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旅史上的那些战斗故事 战斗阴谋 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生动鲜活的教材 讲给官兵听 官兵才能信 才能产生出红色传统的巨大魅力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组织新兵入联仪式 此次五名新同志的到来 为联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最近新兵陆续分配下到联队 在某合成营组织的新兵下联仪式上 新战士接过班长手中的步枪 面向迎联荣誉战旗宣誓 并被授予个人荣誉档案 接下来的军理生涯中 战士们的每一次执行任务 和获得荣誉情况都将记录在当 重大荣誉还将写入联史 我们现在新兵下联 上到第一堂课就是传统课 把联队在党的领导下 南征北战的辉煌战士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红色传统 融入到骨子里 并颁发个人荣誉策 让他们在联队的每天都牢记 我们不但是红色历史的传承者 更是新时代历史的书写者 藏族战士南勇来自四川阿坝州 听班长讲解连队的辉煌战士 战斗故事转型经历 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让他进一步坚定建功军营的决心 在刚刚结束的合成营对抗演练中 南勇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 跟随班组一路穿插底后 击毁蓝军两辆部战车 在自己的荣誉策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记得班长为我们讲连队血战王老沟历史的时候 真的感到热血沸腾 为自己能够在这样一支英雄的部队而感到自豪 同时自己也定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 要对得起连队的历史 红色的传统 不但是一支部队的精神源头 更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一手教材 我们通过组织寻根活动 系统梳理部队历史 并不断创新教育形势 把历史讲真 把历史讲活 强化官兵 身为英雄传人的荣誉感 认同感 历史公 answer 这个贯呀 下期见